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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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围绕三圈的舍利塔是本焕塔 塔中安奉的是中国当代高僧本焕长老的舍利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 在柬埔寨的布莱布朗寺一直有一个传说 说是一百多年以后 将会有一位活了一百多岁的高僧的铃骨舍利 将会永久的安放在这个寺庙里头 果然2015年的3月 来自中国的高僧本焕长老的铃骨舍利 就被永久的安放在了布莱布朗寺里头 而本焕长老恰好活了一百多岁 促成本焕长老舍利安奉柬埔寨市仪的核心人物 本焕长老的一波弟子应顺和尚 他是中国佛教界的传奇人物 他与剑桥大学相关科研机构 进行人类学与宗教学方面的研究合作 他在英国著名基督教堂 给教徒讲授佛法 如此等等 很难想象十多年前 印顺竟是一个对佛法毫无兴趣的年轻商人 但是就在2000年 偶然的相识 他被本焕长老一眼认定为一波传人 本焕长老千方百计度他入佛门 一见那老汉就抓着我 说谈三个半球 无论如何要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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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老先生逗 第一次介绍着劝人家出家 对 但觉得他90多岁老人了 也就觉得挺好玩的 也就没有太在意 但没想到老人家是认真的 你回去以后说他天天给你打电话 每天晚上十点钟一个电话 每天晚上十点钟一个电话 准点 非常准点 就是一个电话过来 你电话号 我换了四个电话号 电话号号换了 对他也没有用处 要是一般的人都被老汉上给搞烦了 我为什么换电话 扰起多得起 对 你想这玩意是也太可怕了 你换电话号换都没用 这个世界太吓人了一点 对 所以我最后 那你最后是怎么回形转异的呢 你一直在躲避 一直在逃跑 你怎么又会回头呢 你躲到无处可躲 你逃到无处可躲的地方 你只有回头 尹顺成为本患长老入室弟子 直到长老在2012年4月2日圆寂 时间一天不多 一天不少 正好12年 恰是一个轮回 这期间长老言传身教 把一个对佛法一无所知的年轻人 培养成了一个有为的佛门弟子 但是老汉的离开对我来说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是 一到今天 我认为我 我已经是面对了 我认为我是已经忘却了 我认为我可以 来贫富我内心的这种情绪 我发现孩子的心 对 我今天说做这一切 我都希望 能让老人家高兴一点 能让老人家 能够是对得起老人家 让他不辜负他老人家 要不然的话 我就觉得是我怎么做 觉得怎么做 就觉得没有办法 把老人家恩德这万一 如果听过本患长老 和应顺之间几天几夜 讲不完的师徒故事 我们很容易理解 他为报答施恩 将本患长老舍利 安放到了一个佛国 但是 如果仅仅出于这样的目的 那么应顺 则怕是真的辜负了 本患长老对他的法恩 2015年3月19日 应顺带着108位僧众 护送本患长老舍利专机 抵达禁边 柬埔寨为此举行了 国家级庆典 政府官员 简中友好协会官员 柬埔寨的知名僧王 纷纷出席安逢一事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有什么时候 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本来的传统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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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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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普寨政府如此重视这次安奉 当然首先是出于对本患长老的尊重 其实本患长老其人其事 都是应顺大和尚带到坚普寨的 本患长老被誉为中国当代佛教界的一代宗师 他一生命运多传 经历传奇 他出生于1907年 20岁左右出家 还幸运地成为了高僧虚云来果的徒弟 他在来果老房的座下学习禅法 七年没有出过高明寺一步 他七年后离开高明寺 到阳州城发现路他就不认识了 世上一千年的那种感觉 是吗 是 七年不出门 他七年不出门 他下山之后河道改了 就是他肚口改他不知道 阳州城他不认识 离开了高明寺之后 有三步一败 走三步开一个头 走三步开一个头 好像是去到五台山是吧 五台山 败了是半年多 对 在五台山是赤色血和赤血 有超了二十多岁的血精 一共十九卷 血精 就是我们拿针扎一下 我们直接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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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挤出来 滴在蝶子里 又拿着毛笔来站 边挤边站 这种 我们年轻人现在想想不到 当时他们怎么走过来的 当时是在五台山的整个是环境也很差 吃饭是一年到处看不到大明白面 半年时间要吃草和那个白色的观音混着 冬天的时候没有衣服穿 打着赤脚 穿着单口 又没有活烤 为了活命 又没有东西还要一字一败地去拜法华经 拜华严经 没有信仰 在那个地方都没有办法活下来 做一位苦行僧是个人的意愿 可是被迫经历世间的磨难 则绝非所愿 1958年 在佛教界声望颇高的本患长老 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58年 被打成反革命关起来了 你关了22年 我出家之后 我师父经常给我讲一句话 他说共产党是最大的佛佛山 我就笑了他 我师父 你是不是被共产党关怕了 开共产党马 我师父讲 他说你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 就不到今天的好 他说我那个城庄是1400多人的大城庄 整个的一场动荡下来之后 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另外太平权不为烂死人 在一个烂死中间的一个人的性命 连个蚂蚁都不如 他说我们现在赶上了最好的时候 你们现在单亲往来吃路 放下往来骂娘 没有信仰真是可怜 这是老人家的这样一种意义 他觉得我们信仰 他说你们觉得我坐牢不好 所以你们还制作一个像 一个出家人来说到哪都可以用功办到 到哪都是修行 都是修行 牢房里头也可以修行 牢改也是修行 是 它监狱里边又监狱里边众生要度 对 监狱外边又监狱外边众生要度 对 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到哪都是开运功办到的 你们现在老是在制作一个问题 还是你们自己的妄想分别 对 自己下阵 对 还是修行太浅 对 没有到老人家那个境界 是啊 你想我们怎么可以理解是 你关了22年 22年 共产党最大的佛菩萨 你还说是 这个是监狱里边监狱里边众生 这个话说到是容易 但是真正做这个境界还是很难的 对 佛法之所以相通 还是因为人心相同 本患长老的传奇故事打动着一国一乡人 作为一个在柬埔寨声望很高的僧王 都鹏僧王无论何时都打着赤脚 平时还和寺院中的年轻僧人一起干粗活 放下工具 他还要为前来求见的普通民众讲经说法 知道了本患长老的故事后 都鹏僧王更是以本患长老舍利安放在他的寺院为信 随造人 那是 现在本的家人 就是从乱和口罩里 我们开始自生与民众 女性与民众 移境 这个人 在这边 他们已经很大 本患长老啊,他的肉身舍利到了我们柬埔寨,到了我们布隆寺,其实呢,他的法身舍利到了我们柬埔寨。 也一起过来了,你看他的功德,他一生奋斗的这个事迹,还有他生前这个弘法的所有的讲话,他的著作,也都会跟着他的肉身舍利来到我们这里。 我愿无穷,本患长老舍利安奉柬埔寨策记,文化大官员正在播出。 2012年4月2日,凌晨0点36分,是受106岁的本患长老在深圳弘法寺远起。 那一天,十方僧众从全国各地赶来,送长老最后一场。 那一天,人间成佛场,有人看到红法寺上空出现了特殊的光影,信众们悲心交集。 他们相信这是本患长老最后的显胜。 他寄灭为乐,往生佛国净土。 在本患长老法体进入化身遥后七天七夜,上万颗舍利印饰,颜色超过十种。 印顺大和尚深信,恩师不舍众生。 他发心,要将本患长老的佛学思想发言光大。 此后,他依照恩师生前嘱托,将舍利分赠于各个长老曾经红法过的寺庙。 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本患长老的佛学思想能跨国传播。 因缘和合,印顺为本患长老的舍利找到了几处海外居所。 佛国柬埔寨就是其中之一。 孙王果格里,王室委员会成员之一。 新王任命都要有他一票。 老西哈努克国王在世时,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给老国王送金。 对于本患舍利来柬埔寨这件事,他认为此乃柬埔寨之幸。 他深信,穷极一生缔造和平绿洲的西哈努克国王在天有灵, 看到这一幕也定然会感到欣慰。 我们都在学校,上老公在家。 因此,他則不需要那么少, 成为平尔尔传, az疏之。 因此,我们在学校中。 我们有色,称之衛海外居然将会感到, 一个十五十个人。 我们坚持节奏在学校。 我們要到了一個月的時間,私真的要回來 她可以選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個月的時間已經 到了一個月的時間 我用的是幾個月,我用電力的時間 我用電力的時間,一點點 我用電力的時間 因為我最後的時間 一會兒想辦我們 本來就是我覺得 我又要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我會教你 我會教我 柬埔寨是佛教国家 全国有五千多座寺庙 僧侣有六万人 他们为什么对一个异国的僧人舍利 如此看重呢 本患长老舍利安奉仪式过后 柬埔寨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敌望僧王 他透露了一个百年前的高棉预言 僧王 您好 谢谢您 让您久等了 八十多岁的老僧王告诉我们 柬埔寨在近代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 历经坎坷的亡国 百年前 柬埔寨人民生活在法国殖民者的统治下 佛教受到摧残 人民期盼着佛陀的解救 当时一位高僧告诉大家 佛教一定会成为他们的民族文化 柬埔寨佛教一定会再次复兴 百年后会有一位百岁高僧舍利来柬埔寨 而他会给历经沧桑的柬埔寨 带来吉祥安宁 但是法国殖民统治结束后 柬埔寨又经历了恐怖的红色高棉时代 我现在一位窗户的玛星 我们是第一位窗户文化 我atos年st黄典的坟壁 我早就知道 我们脖子在这里 我自己拖地越来 我自己拖地越来 我走出到 如同,公开 我其实我们在打工 我然后肯定 我回到这里 我被捖 我今天想让我们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民族苦难 柬埔寨这个佛教之国更是渴望和平安宁 而那个百年高年的预言 给予这个千疮百孔的王国已深深的危机 其实在本患长老舍利来前 宁顺大和尚与柬埔寨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了解安分过程的人士透露 2013年9月15日 柬埔寨反对党因为质疑洪森阻隔政府五地 他们组织了两万名示威民众 双方谈判一旦破裂 平息不久的柬埔寨将再次陷入内乱的边缘 次日应柬埔寨皇室的邀请 映顺大和尚赴皇宫 他向西哈努克国王敬献花圈后 以中国汉传佛教特有的遗归送经祈福 祈祷柬埔寨人民熄灭争斗 回归和谐 结束内乱 最后在西哈莫尼国王的积极努力下 两派达成初步共识 当日没有爆发进一步的冲突和动乱 有人说 映顺的祈福仪式给高棉带来了好运 后来映顺又将恩师舍利送到柬埔寨 联系百年高棉预言 柬埔寨人觉得这可能就是预言的应验 2015年3月19日 映顺将恩师本患长老的舍利 永久安奉在柬埔寨 带着恩师生前致力于弘法立生的怨心 他希望让世界了解恩师本患 了解中国佛教 让佛教思想 佛教文化 为世界和平有所担当 佛教文化 我们佛教讲啊叫做 灯火相传 这个灯就是智慧之灯 也是一代一代高森大德的功德之灯 这个灯应该是全人类都共享的 在广队说过 有几个小博主 被迫迫迫